大家好,我是崇岡龍陳寗醫師 我之前是擔任高雄氣爆的製救會長 那今天就是來跟大家聊聊 高雄氣爆的一些細節 那其實如果氣爆講成最遠最遠 當然可以追溯到說 在早期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可能已經到蔣經國的時代 他們其實就把整個整體的規劃 是把高雄定為一個工業城市 那運輸全台的中心 那其實這樣的規劃 在當年不見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本來就一個國家 就需要各個方面的發展 但是這樣的規劃到後來 因為相對的在考量上 沒有那麼的齊全 所以就變成說有一些的工廠 可能設在比較 尤其像石化的這種工業 它可能是設在高雄比較內陸的地方 那比較內陸的地方 它就需要有一些運送的管線存在 那這些管線就在地下 好,那到這邊為止 好像都還可以 類似高雄七報的這個狀況 其實在中油之前就有發生過 那個時候其實 行政院就有通令中油 要徹查全台灣的管線 看是不是有這種管線 跟湘涵去包買的狀況 但那個時候的中油沒有做 行政院也沒有續追 所以到後來就變成說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其實後面又再發生 同樣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在高雄七報之前 類似的事情總共發生兩次 那後面大家都沒有續追 所以其實發生了兩次 也都叫中油要去徹查全台灣管線 那中油都沒有持續的徹查 結果這件事就過去了 過去了以後 那後來就到了五年前 2014年的時候 就目前已知的 檢察官敘述的狀況來說是 融化的管線 因為管線洩漏的問題 因為兩方的監視的設備 都有一些缺漏 所以因此就沒有辦法知道說 裡面的管線其實已經在漏了 以為只是基建的問題 以為只是那個打氣設備的問題 所以因此壓力會缺失 所以就持續的打氣 那持續的打氣 就造成了那個氣體 從管線溢漏出去 但是也因為之前 就通令中油要全台灣徹查的 這個管線相害問題 好死不死那段管線 剛好是抱著香寒的 洩漏出來的石化氣體 充滿了香寒裡面 然後沒有辦法排出 它就變成有點像 一個鞭炮一個炸彈這樣 埋在地上 一個起火來了 砰就爆炸了 事後 這就變成藍綠攻防的焦點 藍色的會攻擊說 綠色的就災不利 你當下應該要知道 是哪個公司 哪個狀況這樣 所以綠色的事後 也出來道歉 就是他們很像聯繫不佳 市府的當時的確是 根本不知道 那裡有這樣的一條管線經過 那綠色的當然就會說藍色的 這條香寒什麼時候買的 那當然就是藍色時代買的 無敦義時代買的香寒 包括幾十年來 二三十年來 這一個管線法 其實沒有人去注意 沒有人去修 包括二三十年來 中間兩次 叫中有徹查全台灣的管線 中有都沒有徹查 行政員沒有去追 所以在這邊 其實每一方面 都有各自的缺失 法官最後是根據 因為是在無敦義時代買的管線 所以判定市府有責任 那法官後來在記者會說 他之所以判市府四成 其實原因是他認為 市府在後續跟氣泡離難者的和解中 沒有盡到努力 但事實上詳情並不是這樣 事實上整個氣泡的和解 是因為有市府的權力幫忙 才能促成的 所以後續我也被傳換去了法庭其次 就是為了幫市府說 沒有其實市府在和解中 是竭盡全力的 最引起大家爭議的 或者大家最想了解 我主要是善款的使用 我們先說大方向 所有的債務 都可以拿到兩份金錢 第一份金錢是善款 第二份金錢就是所謂的賠償 善款的部分我們晚一點講 賠償的部分大家可以這樣選擇 你可以走待會求償 也可以走國賠 也可以走和解 待會求償跟國賠 是政治攻防的焦點 藍營一直想說 待會求償是綠營 去避免掉政治責任的一個事情 但其實在法院裡面 市府一樣被判責 而且才是罷罪重 一些市府的公務人員 也一樣有被判 所以你要說待會求償是 去逃避上政治責任 其實從這邊而言 是絕對說不通的 藍營最開始在地方上 有發傳單說 國賠可以很快 六天還是一個禮拜左右 我就可以拿到國賠 所以其實最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走國賠 但是一直到了 待會求償實際上發錢 就是大概氣爆過後 三個月還是四個月的時候 瞬間很多人才發現 哇 國賠怎麼錢都一直沒發 因為國賠事實上 並不是那麼快 你去看全台灣的所有國賠事件 哪一個公務員 敢在法院還沒宣判前 就直接國賠的 絕對沒有 但是藍營宣稱 市府要在法院還沒宣判之前 就先賠給災民錢 這其實在任何一個 縣市的公務員 是沒有人敢做的 那等到待會求償開始拿到錢以後 偶爾走國賠這群人 開始覺得 怎麼跟你們之前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一堆人開始 有的透過自救會 有的是就直接去市府 說他們要放棄走國賠這條路 就改走待會求償 你不管走哪一種 律師費都有善款補貼 那這某方圓是藍營的一個攻擊的焦點 為什麼 因為藍營認為不該用善款出律師費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善款不出律師費 誰要出 你叫災民自己出嗎 不可能 那你要叫政府出嗎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回過頭來看八仙的例子 八仙的律師費是政府幫出的 但是他們當時是用消費者保護法 用這個法理做根基 讓政府交通部 可以出一個專門的案子 專款去墊這一些律師費 可是如果高雄大家記得的話 高雄那時候 將以後來散佈 不給專款 不立專法等等的散佈 其實就阻絕掉了高雄市政府 使用這條路的可能 所以在當下 你要讓災民不要花自己的錢 請律師 唯一的方式 就是用善款補貼 所以這是溫營營的一個原因 他們都用很偏偏的資訊去欺騙社會大眾 和解其實我努力了五年的一個 算是我們自己在額外創造的一個選項 當你要有更好的條件的時候 就是得靠和解模式 因為和解是相對擬情我願嘛 業者願意 政府願意 OK 這樣就好了 所以一共要三方都願意才能做 所以中間其實花了我很久的心血 以及很長的時間 我可以滿自豪的說 我們談到的條件 可能是查得到的說 文件紀錄裡面最好的 但是我在這邊也必須說 我自己罹難者和解談了大概一年 那接著接下來的兩年半 都在弄重傷者和解 重傷者和解反而弄得比罹難者還久 為什麼 罹難者家在罹難者走的當下 你的傷痛 你受的傷在那個點就開始卡住 你之後就是你長久漫長的療傷了 可是傷者不是 傷者是你受傷以後 才是你痛苦的真正開始 你在整個復原的過程中 你復原了 你也不會是你原來的樣子 你要面對自己沒辦法回到過去的那個 就是哥哥不入的感覺 你必須要面對一個崭新的身體 你必須要面對旁人對你崭新的眼光 甚至你必須面對自己的親人 表面是關心實則上是壓力的一些言語 那除此之外 甚至善痕本身也變成他們壓力一個來源 為什麼 我就聽非常多的傷者跟我抱怨說 親朋好友或者鄰居 他們聽到鄰居在說 早知道如果可以拿那麼多錢 他們也要受傷 這個是很殘忍的說法 這些傷者我相信 他們寧可把這些全部送人 甚至寧願花一樣的錢 也希望他們能回到過去的身體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 這也是我很欣賞前師傅的一點 談完和解以後 因為今的講實在話談得還不錯 師傅大可把這件事變成一個很大的新聞 變成一個搖功的一個手段 他們在善管中 在整個氣爆的過程中 處理得多好 但師傅沒有 相反的師傅下縫口令 絕對不准洩漏任何一個傷者拿了多少錢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新聞 去查新聞 大家會發現 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任何的報導 沒有任何的文字 提到氣爆傷者拿多少錢 這就是我最欣賞前師傅的地方 他們寧可一直被人家罵 被罵說善管的錢不知道用到哪裡去 寧可這樣閉嘴什麼話都不講 也要去維護傷者的安寧 所以其實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一次的選舉 這麼多氣爆傷者挺前師傅 這麼多氣爆傷者 是站在國民黨的對面 因為整個氣爆的處理過程中 國民黨什麼事都沒有做 真的連一絲一毫都沒有做 國民黨做的只有什麼 扯後腿 批評 三步 就這樣 然後把努力做事的我們 打成貪污的一分子 就只有這樣 國民黨什麼建設都沒有做 他們只在旁邊搞破壞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真正有處理事情的人 每一個都獨亂國民黨 裝置藝術的抹黑是最讓我們生氣的 為什麼最讓我們生氣 當時的文化局長引力 因為抹黑他裝置藝術的事情 到現在就是持續成為霸函的主題 那我也一樣 無緣無故的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什麼政治人物 忙完氣爆製救 我就要退休了 那就不幹了 醫生當得好好的 我甚至認真一點 之前雖然有一個廠商找我 跟我說我一個禮拜上班兩天 給我39萬 當什麼政治人物 一個禮拜上班兩天 就賺到39萬 你跟我說 我自己當一生當得好 我幹嘛要來淌這些渾水 就是因為國民黨在後面搞破壞 那搞什麼破壞 裝置藝術本來就是 罹難者家屬要求的東西 因為要給大家一個紀念的所在 因為這個設立的點會在市中心 所以很不適合用那種墓碑形式的 因為我們又決定採用紀念形式的 那其實整體大概花 3000多萬吧 你如果平均分給每一個罹難者的話 罹難者家屬的話 32位罹難者 每一個罹難者家屬多分100萬 就為了讓所有罹難者家屬 相當於每個人 把自己可能本來應該多拿到錢 相當於每個離案者家屬 100萬的額度 給離案者家屬 讓他們在市區 在氣爆事發地點 有一個可以紀念自己家人的地方 氣爆五週年紀念當天 我因為身份的關係 我去出席市府的紀念晚會 當然啦 我事前就收到一些情報說 我可能會搞得很像 很像造勢暢和啦 但其實心裡面會想說 政治人物應該還是有一些底線在的 應該不會真的 把他搞得那麼像造勢暢和 就一去還真的被他搞得超級像造勢暢和 所以那個心情還是有點 有點波折 但是有另外一個家屬 就去了雙智紀念藝術園區 對著他老婆的名字喝酒 對著他老婆跟兒子的名字喝酒 喝了一個晚上 對我來說 這就是給家屬一個懷念自己家人的地方 然後咧 你就開始拿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來批評 來供給 甚至說造這個只要600多萬 結果後續都被打臉啦 後續也去找了公會鑑定 就跟你說這個東西 紀念藝術這就是一個藝術品 你拿食品的價錢去批評 更別說你的實際的造價根本是造假 後續你找建築師公會 後續你找了 忘記什麼公會 找兩個公會去做鑑定 就鑑定出來的價錢 都跟你們當初所有的價錢 根本就不一樣 其實還是要花非常多的錢 才能做到這樣一個園區 甚至這個園區後面還有得獎 而且這個東西是持續的存在在那裡 那韓市府1600萬 搞了一個像 商葬園區的一個花燈 晚會1600萬 才幾個禮拜就沒有了 那你這個價錢要怎麼算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其實真的做人真的不要太兩套標準啦 往往大家會在螢幕上看到一些災民 就是說 自己拿到錢太少 所有覺得自己拿到錢太少 我們都有設法去了解他們實際的狀況 結果有很多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把判決書調出來一看 發現他可能是房屋損失40萬 然後精神損失宣稱60萬 精神損失 但是沒有給出任何精神損失的證據 然後就說自己損失100萬 當節目訪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在節目上哭訴說 自己損失600萬 善款只給他們40萬 就用這種方式去造成落差 但錢根本就是灌上去的 其實很多的精神損失是可以賠償的 但是前提你要有證據 你不能說我好像沒帶沒錢 整個人健康走來走去 我就說一個 我精神損失64萬 精神損失100萬 你就是要賠我 不對 大部分有精神損失的狀況怎麼證明 很簡單 就醫證明 去證明說你真的有創傷後的PTSD 創傷後的壓力症候群 甚至我們有時候都不要求醫師 直接開診斷書 只要你有規則的就醫門診紀錄 我們就會針對這部分合給你的金額 太多這些人通通都是沒有就醫 沒有看診 什麼證據都沒有 只寫了一張紙來說 氣爆過後我精神受傷很嚴重 我求償精神損失60萬 再加上我的房屋損失40萬 我加起來就損失100萬 你就是要賠給我100萬 那當然從證據上來看 這是不可能的嘛 我們只能賠給他40萬 然後他就說善款對他不公 政府都亂花錢 善款只給他40萬 所以這些很多都是製造出來的假新聞 但是許多人為了政治目的 選擇了相信 像我是背著我爸的名神 我知道我爸在當時有一個很好的名神 所以我做這些事情 不能壞了我爸的名神 我背著我爸名神在做事 就因為這樣我對每一分錢的使用 每一筆善款的使用 都很計較 都很認真 甚至包括社會局 他們對這些使用也精進 也也戰戰兢兢的 但是藍營為了自己選舉的目的 全部去抹黑這些事情 去攻擊這些事情 我們大可放著不管 但是我們看不下去 所以我們捍衛的不只 前市府幫我們 罵難者家屬 幫我們重傷者這麼多的名神 捍衛的也是社會局的名神 捍衛的更是我爸爸的名神 我們背著這麼多人的名神在做事 所以我們一定全力 只要國民黨敢批評 我就一定敢站在最前面 儘管我根本不需要 站在前面抵擋這些攻擊 對我而言我也看不下去 我一定也站在前面 去跟大家說 不對 你國民黨指責都是錯的 都是故意的 都是為了你的政治目的來亂的 所以 稍微使用大概就是這樣了 那整個氣爆的面目 大概就是這樣了 如果說大家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 就是到我的粉絲頁 就是陳范蓉醫師台灣基進的粉絲頁 去留言或者傳訊 但老實說 因為我現在真的有點炸開 就是我一個禮拜上班六天 然後自己又有在碩士班進修 同時還要教書 所以真的有點 還有選舉的一些事務在忙 所以真的有點炸開 所以回訊會比較慢 這個就再請大家多多包涵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台中第二山區 大度歐利沙拉無峰龍正的立法委員 後選人 我叫丹佩偉 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大賺錢 學到平安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給台灣小孩一個機會 我會很打招 很骨頭 做會打招 離訪離訪 台灣愛贏 做會贏